哈喽,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高中生的暑期大学课程大评比 名校喜欢学生上什么样的课程 然后哪些课程该避免呢 一开始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 然后五年级之后移民到美国 后来大学在哈佛大学以及哈佛大学教育研究所就读 在2009年我创办了Ivy Way 辅导学生在SAT、ACT考试以及留学之前的准备 我在2017年是Collegeport SAT的作文批改官 另外我之前也当过哈佛大学的入学面试官 也就是学生要申请哈佛大学的时候会有一关面试 那我会面试完学生之后 回报给哈佛的admission office 让学校知道这个学生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我在美国大学录取学生的那个过程跟规则 有第一手的经验 那过去这段时间我跟我们辅导的学生 所录取的学校包含哈佛欧、麻省理工、波朗、康奈尔等 很多很多非常厉害的大学 今天的讲座我们会提供 免费的30分钟一对一咨询 给15位康乔的学生跟家长 关于免费咨询的细节 等一下会在影片当中分享给大家 那我先讲一下我当时在高中所经历过的经验 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上过一些大学的课程 比如说我在九生十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在我家旁边的一所皇后大学 Queen's College 有一个两周的Science Summer Camp 一个下令营 科学的下令营 然后这个下令营是免费的 所以我就在那边参加了两个礼拜的下令营 然后接下来在时升十一的暑假 我申请上了一个纽约市立大学 City College 的一个数学的下令营 因为我十一年级就修了AP的Calculus BC 所以我在十二年级没有数学 那那时候学校就安排我 在附近的也是回到之前的那一个Queen's College 在那边十二年级的时候 上那一所学校的Multivariable Calculus 也就是微积分之后要上的那堂课 那这是一个大学学分课 是跟那一所学校本身的大学生一起上课 然后我是全班里面唯一的高中生 最后我在升大学之前的那个暑假 我又在我们高中的旁边 的一所社区大学 在那边上了一个大学学分课 这是我在那个暑假 想要自己去学一点心理学的课 所以去报名了这个课 这些课全部加起来 总共也就只有1450美金 那这个金额跟现在台湾 或是在亚洲的学生 在高中这段时间 所需要参加的课程的那个学费 是我觉得是天壤之别的 很多我认识的学生他们可能 参加一个活动就是六千八千美金 甚至要更高的钱 我在介绍完我的经历之后 有时候家长或学生会说 啊时代不一样啦 当时你们比较容易进学校 所以你就只要去市立大学 然后这些社区大学上的课就能够进好的学校 那现在录取比较难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在高中还是要去CTY 或者是去上这些大师课程 明校的大师课程 才能够帮助入学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在入学这个过程就会输其他人 但其实这样讲并不是正确的 比如说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Ivyway机构在辅导学生 做升学辅导的时候 我们也是没有让学生去参加那些活动 但是学生也都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些录取的成果 举例来说 Cheryl她是我的学生 那当时我在跟她接触的时候 我就觉得虽然她以后的方向 想要往STEM 想要往PREMED 往医学院的方向走 然后那个暑假她有提到说 她希望能够去做一个实验 但是评估了她当时的能力跟机会 刚好也遇到COVID 我并不觉得那个暑假 合适让她去实验室做实验 所以我就跟她做了一系列的 生物方面的探索 然后辅导她去自学不同的生物课程 所以一开始我先辅导她在YouTube上面 找一些很好玩的生物课 然后再来在EdX 一个线上公开的教学平台里面 让她上里面的生物课 然后之后在11年级的下学期 安排她上ShaderLine 上面的大学学分课程 intro to biology 这堂有大学学分的课程 花了她美金59块钱 然后在之后升12年级的那个暑假 我辅导她如何上网找到她喜欢的课 所以她在Fordham大学的网站上面 找到一个也是intro to biology 但她是一个比较难的生物课 在这两堂课里面她都拿到了A 透过这些自学的过程 她在高中没有做过任何科学的研究 没有去大企业实习 没有去参加所谓的名校的大师课程 也没有去美国上过那边的那种很贵的下校 但是最后她还是被UC Berkeley USC 然后被加拿大的UBC U Toronto这些名校录取 所以从ShaderLine的这个案例 看起来并不是 学生一定要到美国去上那种昂贵的大学课程 才能够进名校 甚至Fordham 虽然它是一个前百大的学校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Fordham大学 很多人会认为要上 那种Summer School 一定要去Stanford Harvard 去Berkeley 这些比较厉害的大学 才能够有她的含金量 但是并不是这样 ShaderLine在Fordham大学的网站上面 找到一堂符合她的兴趣的课 然后她就去把这堂课修下来 而且还拿到A 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感觉到 可以看到 ShaderLine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主动性 她的自发性 以及她的自学能力 所以这些个性跟能力的部分 在她当时录取这些学校的过程 一定是占非常大的影响力的 那是不是要录取美国的好大学 如果不是去名校上一些课程 也还是要上一些课程 像至少有ShaderLine或者Fordham 这些大学学分课程呢 其实也不一定 另外一位学生 Stuart 虽然他们自己做research的时候 有找到在Stanford的暑假 有一个Computer Science的课 然后他们觉得这堂课不错 但是一样我评估完之后 我觉得这堂课它的价钱 第一个太贵 好像四周还是六周就要八千块美金 那这堂课里面所学到的东西 并不太符合 我觉得Stuart该去做的事情 而且当时他爸爸有讲到说 在参加这样的活动之后 可能可以认识Stanford的教授 然后教授可以帮他写一个推荐信 但是我也跟他解释 为什么这个推荐信 他叫 我把它叫做好人卡推荐信 这种推荐信其实对升学是没有帮助的 这个关于推荐信的事情 我等一下在后面会再继续更细的去讲 那不去Stanford的暑假上Computer Science的课 要做什么呢 我就会跟学生做Computer Science的探索 然后透过辅导的过程 带领他去自学C++ Python 等等的不同电脑语言 然后在有了这些城市的基础之后 下一步就是我要跟他去讨论 有了这些基础之后 他还可以再去做什么更厉害更难的东西 所以因为他是学校的排球队队长 然后他在练球的时候会 希望能够有一个App 能够帮助他们在做练习的时候能够更有效率的去做练习 所以我们就有讨论到他可以去自己设计出一个App 然后透过影像辨识的方式 能够透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的Camera 去判断球的位置 以及那个球有没有落在境内还是境外 那要学到这一个影像辨识跟去判断球的位置 然后球有没有出界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非常advanced的一个concept 那对于Steward当时来讲 他并没有那个能力去做到这些东西 甚至他连什么叫做影像辨识 他连机器学习 他AI这些东西他都听过一定有听过 但是实际的课程是没有涉猎过的 这个在正常的情况下 他是一个至少大三甚至研究所的一个程度了 所以他那个暑假就一样是透过自学的方式 因为课程很贵 而且外面的课可能也没有符合 完全符合他的需求的 所以我就教他要如何自己去找到资源 包含他找到在台积电的一个跟影像辨识相关的工程师 然后找时间去跟他聊 去收取一些学习的建议 那这一系列下来 Steward在高中没有上过这种所谓的大学的课程 他还是被Duke、德州大学以及UCLA等等很多非常厉害的学校录取 那当然案例不是只有Cheryl跟Steward 在我们过去三年Ivy Way辅导的学生当中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学生进了千五十名的大学 我们辅导学生的个性跟能力 然后让他们能够申请上美国最好的大学 这些数据放在前面 是希望以结果为导向的家长 能够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是非常可行的 大学课程为什么好呢 像我刚刚的Cheryl的那个例子 他会去上那些课程是主动性的 当然我有稍微的引导他 以及跟他讨论、跟他一起探索 但是在我给他一些方向之后 他会知道如何的去主动找到这些课程 而且是真正符合他的需求的课程 而不是我、一个旁人 帮他安排好的一个课程 所以这样的一个主动性 在大学的眼中是加分的 那对Cheryl来说 他能够透过不同的地方去探索不同的课程 这个是一个培养他兴趣的一个过程 那有这样的过程也可以让大学知道 他对于生物这个领域是真的喜欢的 而不是随便说说 因为如果只有随便说说的话 他在高中应该不会去上这些课程 或者是上完之后可能没有很多的心得 可以分享给学校在他的大学作文里面 那除了主动性、兴趣探索 这些个性的方面 能力方面就是课程的难度 因为学生在高中如果能够去上到大学的课程 那这边做一个Clarification 就是这个大学的课程我们讲的前提是 它是一个大学程度的课程 所以学生如果在高中的时候 能够去上有大学程度的课程的话 这个有点像学生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学习的 这个赛跑道路当中 领先其他同学一年两年的程度 所以学生如果在高中能够展现 比较厉害的学习程度的话 那这个会让大学觉得 学生的学习能力比较好 以及学生已经准备好要进大学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College Readiness 已经准备好要进大学了这样 那对外面的这些零零种种的大学课程 我这边分成五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国小到国中的程度的这样的课程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YouTube上面 如果搜寻像Biology for Beginners 给初学者的生物 那这边出现的大部分的影片 比如说像第一个 What is biology 它可能就对于想要了解生物 但是并不太知道生物到底是什么 它就是在治病吗 还是在跟植物宠物有关的 这个What is biology 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很快的 让学生对于生物有一个了解 那再往下 比如说这边第三个影片 Introduction to Anatomy and Physiology 如果学生对于人体的构造 有兴趣的话 那这个Introduction to Anatomy 看起来就会是一个蛮不错的课 除了YouTube以外 在Khan Academy可汉学院里面 也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课 那上面的课程大部分的对象 是给高中生的 那这一类型等级1的课程呢 它们的共通点就是 它们的难度跟对象 会是符合国小到国中的 就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Introduction的一些课程 那要上这些课程 它的门槛是零的 就是你随时打开电脑上网 然后到这些网站里面 搜寻找你想要的影片 然后就可以立刻开始上课 这个类型 level 1的课程 它们的共通的特点就是 它们的难度 就是国小到国中的难度 那它们是没有门槛的 也就是任何人 对于这一类的课程有兴趣 他只要上网到YouTube的网站 然后做一个很快的搜寻关键字 然后就能够找到 就能够开始上你想要上的课 那这些课程是预录的 所以对于学生的 平常的比较忙的 schedule来讲就很方便 他可以挑在有空的时候再看 如果某个时候比较忙 学校科业考试什么的 那那个时候就可以不用看 这些课程是低门槛的 同时它的评估方式也是没有的 在YouTube上面 一般来说学生就是上去看了影片 然后自己收取一些知识 然后就这样 那在Kind Academy那个网站上面 会有一些练习题 所以学生看完影片之后 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练习 看看自己有没有学到那个东西 但是这些课程因为它简单 而且它比较不正式 所以它并没有任何大学学分 但是它的好处是免费的 所以这样的课程就适合任何年纪 即使学生现在在国小 然后他想要没有负担的 去探索自己的不同的领域 想要了解自己是喜欢生物 还是数学 还是写程式 那YouTube Kind Academy这些地方 会是非常好的地方 它是免费 好入手 而且透过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当中 上去看自己喜欢的影片 这个当然可以展现出学生 对于某个领域的兴趣跟主动性 然后因为它是免费的 零负担 如果今天看了 What is biology 觉得哦 生物好无聊 那学生可以立刻 换到别的领域 像是看 What is computer science 而且尤其在YouTube上面 它的资源非常多元 学生一定可以在上面 找到他想要学的东西 那这一类型等级1的 一个缺点就是 它没有办法证明 学生是否真的有学到 像学生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学生在申请表上 要写自己在高中做了什么 学生可以说 他有在YouTube上面 上了一个生物课 但是至于 上的这个课程的深度有多少 他有没有真的上 真的学到那个东西 还是电脑在播 那个课的内容 但是他自己在玩手机 有没有真的学到 这个没有办法证明 所以他的 你可以讲他的可信度 比较低一点 他的难度比较低一点 所以我这边写 他的推荐指数是四颗星 但是对于学生 在一开始 想要知道自己的兴趣跟领域 然后想要很快的 能够找到他自己 到底喜欢学什么 的这个步骤 我是非常推荐学生 上YouTube 上Khan Academy 去看不同的课程的 再来Level 2 就是大学的五学分课程 在YouTube上面 还是可以找到 很多的大学免费课 比如说如果在搜寻栏这边 打College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那这边会出现的 第一个就是Stanford的 Compute Science的课 然后这边第二个是 Hoffel的课 然后下面这边 What is Computer Science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 它不是大学的课 但它应该就是 General的给任何人想 学Compute Science 可以看的那个影片 为什么把它归类在Level 2呢 就是因为这些课程 它的内容 它的难度 是给大学生的 即使在YouTube上面 的这些影片 它的对象也都是给大学生的 那当然很多高中生 大学生 大家都可以上去这个网站 去学这些东西 所以它的对象 可以是高中到大学 但是这边的难度 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如果小孩 现在在国小 那有可能 X Coursera 或者我们刚刚在YouTube上面 看到这些大学课程 对于小小朋友来讲 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点 所以因为它比较难 我们就把它归类在 Level 2这边 那这些Level 2的课程 它是没有门槛的 所以一样任何人想要上 你就可以上去 那在YouTube Coursera X这边 都有预录的课程 在这两个网站上 X跟Coursera 在看影片的时候 学生可以选择 要不要跟着做 网站上面的练习 那如果学生 只有看影片的话 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学生 在网站上 想要做一些练习的话 做完这些练习 最后还可以拿到 一个完成的奖状 一个Certificate for Completion 要做到这些练习题的话 学生就要付一个费用 大概会是150美金左右 这样的课程适合谁呢 这样课程适合任何年纪 所以如果小孩 他现在是国中 但是他真的很好学 然后程度还不错的话 那其实也可以 任何年纪 想要无负担地探索 不同领域的初学者 那但是他的难度 会比刚刚Level 1 那些还难一点点 一样都是免费 好入手 然后可以透过上这样的课程 去展现他的兴趣 主动性 同时可以接受到 他感兴趣的领域 里面的这些知识 而且因为他免费 而且弹性 所以学生可以不喜欢的时候 随时换 另外Alex跟Coursera 在最后完成的时候 有给这个完成的奖状 那即使这个奖状本身 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但是对于自己的一个 能够完成一个课 最后拿到一个奖状 那个成就感也还是有的 他的小缺点是 他是大学课 但是他没有拿到大学的学分 所以在没有拿到学分的这个部分 是有一点点小遗憾 但是整体来讲 因为他的便利性 因为他的难度 是大学的课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给所有学生 所有高中生的一个课 所以推荐指数这边我给了五颗星 这个Level 2是大学课 但是不算大学学分的 那也没有大学课 但是算大学学分的呢 有 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Level 3的这些课 其实学生如果有在读国际学校 或者是双语步 这样的系统的话 学生现在在高中已经有接触到这个Level 3 这种大学有学分的课程了 如果学校使用的系统是AP或者是IB的话 那这两个系统 其实就是我现在在说的这个Level 3的课程 AP跟IB如果大家对于这两个东西不是很了解的话 简单来说 这两个就是学生在高中可以预修的一些大学学分课程 那它是内建在学生的高中的curriculum 高中的课程里面 那AP跟IB它就只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然后在AP的这个考试 或者IB最后到12年级的那一个测验 学生如果在这两个当中表现得好的话 那在大学的时候很可能可以抵一些大学的学分 至于AP跟IB的差异在哪里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就不讲 但是大家可以到影片下方说明里面 去看看这个AP跟IB的两个比较 然后看看哪个系统比较适合你们 那除了校内的APIB课程以外 网路上其实有一些网站 像是这个StraderLine 我们刚刚前面Sheryl那位学生有讲到的 StraderLine里面就有这些大学的课程 它虽然本身不是一所大学 但是在里面的这些课程的难度 是相比大学课程的 那虽然在StraderLine这边所上的课 的这个大学学分不见得可以用在每一所大学里面 像这边它有说这个guarantee就是 你在StraderLine上面上完它的课 然后有通过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单的话 那你的这个好的成绩单 你可以在它网站上面有100所以上的partner college 这些配合的大学里面 你的大学学分是可以转到那些学校里面的 那即使你读的学校没有跟StraderLine配合 那些学校也还是会知道 至少有大学会承认在StraderLine网站上面的这些课程 所以它的可信度跟含金量是还不错的 那除了StraderLine以外 另外一个网站study.com 也是有这种预录的大学课程 这些level3等级3的课程有什么共通点呢 第一个共通点就是它的对象是高中到大学的学生 那如果是AP的课程呢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上的一个大学先修课 这些课程虽然它没有一个明定说一定要高中生才可以上 但是难度来讲正常来说就会是高中生会去上的 所以在9年级10年级的学生 有的人会觉得他们还小程度还不够 但是比较好学的程度比较好的学生 在9年级也是可以上AP的课 IB不行 IB要等到11跟12年级 那AP的话 有些学生可以在9年级就先上一些AP课 那相同如果这些学生他们想要去学更多的话 StraderLine跟study.com也都是两个可以做这种 Advanced Studies的地方 它除了有这些预录的影片之外 每一个单元或者是每几个单元 后面都会搭配一些有成绩的练习 然后甚至它还有可能会有期中考跟期末考 那这些期中考期末考跟这些过程当中 这些homework的成绩全部加起来 如果表现得好的话 那学生在最后就会拿到一个正式的大学的成绩单 那这个成绩单在上面会是有大学学分的 一般来说一堂课的学分会大概是三到四个学分左右 因为StraderLine跟study.com 他们毕竟不是正规的大学 所以他们的商业模式跟进行的方式都不一样 那费用的部分在这两个网站上面 如果是APIB那有可能学生不用缴费 或者是缴一个考试的费用 那在StraderLine或study.com 上面的课程像我之前那个学生上的生物课 只要59块就能够拿到一个大学学分 那最贵的可能是150左右吧 或是几百块 但是它一定不会超过每一斤500块 就能够拿到这个大学的学分 这种课程会比刚刚前面讲的还难不少 所以学生如果能够在高中的时候上这样的课的话 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也可以展现出一个学习的主动性的个性 以及它有超前知识的能力 所以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展现 学生在高中的时候 它的领先的程度 以及它的college readiness 那这两个网站StraderLine跟study.com 它们其实已经蛮成熟的 所以在上面的课程非常多元 然后这个大学学分真的在申请的过程 它是蛮有分量的 比在一个以体验或者是以休闲 以娱乐为导向的课程来说 那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规的课程 它的重要性 它的它的重要性 它的含金量 是跟那些截然不同的 我们讲到目前这些大学课程 它虽然是大学课程 但是它要不是自己上 不然就是同学之间都是高中生 像是APIB那些课程 同学就是大家都是在高中 9到12年级这段时间的同学 如果学生想要展现更进一步的能力的话 那我们就进到level 4 level 4的部分就是大学课 那它的对象就是扎扎实实的大学生 哪边可以找到这样的课程呢 其实大部分的大学都有提供这样的课程 这边举个例 在康乃尔的大学网站 这边就有summer session 下面就有好几十或好几百 躺不同的课程可以让任何学生 上去注册安排在这个暑假去上这样的课 那这边有一个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暑假的课程 都是我说的这种等级4 我现在说的这个等级4 是它的上课的对象是大一身的 就是那一所学校的大学生 他们可以利用暑假的时候 去上这堂课得到一些学校的学分 然后同时学校把这堂课开放出来 让校外的人 有可能是实际要到现场去上 有可能是线上可以上 但是是校外的人 不属于 Cornell 或者是 UCLA 这样的学生 也能够在网上 能够去申请去上这样的课 我在说的是这一种等级 那如果是大家同学都是高中生的话 然后它的课程难度 比较简单一点点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比较接近三 或者是 Level 3 Level 3.5 这样的课 像我之前学有那位学生 他在 Fordham 上那堂线上课 就是全班都是 Fordham 的大一大二 好像还有一个大三的学生 全班里面就只有他一位是高中生 那这样的课程 他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就会有一些门槛 那他的门槛可能是要有大学的程度 这样有可能你这个领域可以没有上过课 但是有些学校会有门槛是说 你一定要高中毕业 然后要准备进大学 你才能够上这样的课 或是你已经在大学了 才可以上这样的课 他是不开放给高中生的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就会教学生如何去应对 跟如何去写一个自我推荐信 去跟这堂课的教授去跟他说明自己的情况 然后看看教授能不能破例让这个学生能够上到这样的课 那这个课他的上课时间是固定的 他就是 live 学校在上课的时候就会有 如果是线上课的话 那有可能是及时的 有可能是上完之后 当天24小时之内 教授会把这个课上传到网站上 然后学生会正式的参与这堂课的内容 所以功课要做的reading 然后做的功课 做的考试 讨论甚至都会要求学生 大家在安排时间 然后大家聚在一个google meet 或是zoom的一个线上会议室里面 去做功课的讨论 那因为他是一个正式的大学课 所以他当然有大学的学分 一般来说也是三到四个学分 这样的课程他很正式 因为他就是这所大学的课程 那一般来说 一个三到四学分的课程的学费 会是1500到2000美金左右 那每个学校他的价钱会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一个合理的范围 会是在1500到2000 可能2500会是我觉得 一个有学分的课程的极限 但是在超过2500 我真的就觉得这个课程不太值的那个费用 这样的课程合适什么样的学生呢 就是一个学生的程度是很超前的 想要更主动去更深层的探索某个领域的学生 像Cheryl他真的很想要去学生物 那这样的课程在Fordham网站上 Fordham大学上面这样的课程就会很适合他 但是对于一个刚开始接触生物 或者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不想要花那么多精力去上一堂课的学生 那这个等级四就会非常的难 因为对于一个正常大学课来讲 在如果是暑假上的那种课 一个礼拜可能平均要花20小时以上的时间 在上课加阅读加功课 这些加起来 他算是一个一半的一个Fordham job了 所以他要付出的这些时间跟信息是蛮多的 然后过去我很多很多学生上过类似这样的课 在他们上的过程为他们上的觉得如何 他们都会说 我觉得好难好多reading 而且题目做不出来等等 那因为他就是一个大学课 所以他的你可以讲他的缺点 他的缺点是难 他的课业压力是有的 但是也就是因为他难 以及有课业压力 所以他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那我就把它归类在等级四里面 然后这样的课程推荐指数是一个满满的五分 因为这个课程如果学生在高中 在11 12年级能够上的话 而且前提是能够上 然后成绩又能够表现得好的情况下 那这样的课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所以推荐指数满满满满满的五分 那这个都已经是大学课程了 有没有比这个大学课程这个等级是再更高的呢 其实是有的 最后就到达我们这个等级五 Level 5 那这个等级五里面 他也是大学课程 但是他的对象是大二以上的学生 在我们刚刚看到那些网站 Cornell UCLA 或者是Eulia UC BU Fordham 这些网站上面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课程 可以让学生选择 那之前 Schnell所上的那堂课 是Introduction to Biology 所以他是 这个Introduction是给 没有任何经验的 或者是在高中上过 AP或IB 然后大学再重新 学一次那个内容 这个就是大学的第一堂课的那种课 那那个是属于等级四 那等级五是什么概念呢 这边用伊利诺大学的网站来做一个demo 像伊利诺大学里面就有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课程 然后在里面的Chemistry 这边你会看到他有不同的编号 那我们这边选一个232 那这个编号2就代表 一般来讲是代表大2的程度 在这堂课里面 可以看到这边Perequisite 它就说 要上这堂课之前 学生必须要能够上到Chem 104 跟Chem 105 或者是Chem 204 那这样的课程 它有一定的难度 就不是任何人想要上就能够上 你必须事先先有这个相关的程度 你才能够去接这个Chemistry 232这堂课 对于大部分的学生来讲 在高中没有那个能力 能够达到这个等级五 不过我之前辅导过一个数学天才 他在11升12年级的那个暑假 他去申请 然后获得一个special的permission 能够到Columbia 数学系大四的学生一起上课 然后当然是他在上课的那种 是完全能够融入 然后能够听得懂的 并不是坐在后面旁听的那种 是他能够跟学校里面 即将要毕业的数学系的学生一起上课 这样的学生在高中 如果才12年级 就已经有名校的大四的这种数学程度的话 对于大学来讲 学校可以很放心的录取这样的学生 因为学校知道 录取进来其他人都大一 他的程度已经上过大四的课程 那他应该在我们学校 以及大学毕业之后 在未来相关的领域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蛮好的表现 所以这种等级是非常适合程度 非常超前 而且已经完成这些 大学基础课程的高中生 那就可以再往更难的课程去进修 如果能够展现出这种 过人的程度跟College Readiness的话 那当然在申请表上有非常大的加分效果 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一位顾问的学生 他最后也是成功的申请上了哈佛大学 然后在大学读完之后 他在MIT也继续修一个PhD 已经即将要拿到他的PhD的那个学位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什么样的属其课程有含进量呢 第一个难度高 他的课程难度越高 他的含进量就越高 但是如果他的难度高 但是没有一个评估 然后学生就可以有上课跟没上课一样 没有真的学到东西 大家也不知道的那种 如果有正式评估的话 会是最好的 那再来就是到我们刚刚讲的那种 Level 4 Level 5的课程 他会有一个录取门槛的 有录取门槛的课程表示 就是把一些程度比较一般的学生 排在外面 程度好的 程度最好的 才能够到达最高的那个等级 所以有录取门槛 对于他的含进量来讲 又会比较高 只要他的课程难度很高 难度越高 他的含进量就会越高 大家要记得 难度越高 含进量越高 那我们这边举几个例子 一个一些case study 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这边我就提供一个 大家蛮熟悉的例子 就是CTY Program CTY是美国名校John H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所举办的一些 一系列的课程 他们最一开始的时候 对象是给高中生 但是过去这段时间 他的年级已经降到 国小也可以去报名 他们合适给国小生去上的课程 虽然要经过一个申请的过程 然后有一个application process 但是官方是说他们有一个门槛 但是我没有听过 有人被拒绝 而且我有知道蛮多 去过CTY的学生 会来跟我们分享经验的时候 有说到CTY里面的同学 有些同学甚至连英文都不会听 不会说 但是他们还是被CTY录取了 所以他的那个门槛到底有多高 这个我们大家不太清楚 学生在那边会上个 我不知道短的有没有一周 但是有两周的到长的 好像是六周左右吧 然后在那段时间学生会上课 然后会有一些homework可以做 但是也就只是练习 班上的指导老师或者教授 他们并不会那么严格的去执行 每个学生一定要去做这些功课 要完成到多少 然后如果没有完成或不及格 要有什么惩罚 这些都没有 就是你去上课 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上完之后回家 那我们把刚刚的 level 1到level 5的这些课程 把它全部列出来 然后做个比较 看看CTY这样的课程 你们觉得它符合哪一个level的程度 从它的难度来讲 因为它的课程 虽然它是在Jones Hawkins大学里面举办 但是这样的课程 它是专门为这些高中生 去设计的一些特殊的课程 所以它有可能有个难度吧 但它的难度应该就会像是一个高中的一个honors课 那当然它有一些新开的课 是比较针对ap的准备 但是它大部分的课也会是那种 比如说introduction to cyber security 给你介绍网路安全的 或者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让你对商业的领域有点了解的那种课程 那种课程难度它其实就是很符合高中生的程度 所以如果要把CTY这样的课程归类的话 我会把它归类在level 1跟level 2之间 给它跟我们之前在youtube在con academy上面看到的这些给国小到高中的学生的难度 会是差不多的 有没有到level 2我觉得可能没有 level 2就是 像X Coursera这些网站上面 他们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学课程 CTY里面的课程它难度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它绝对没有到达level 2 但是可能会比youtube的上面的那些影片还难一点点吧 所以我就觉得它应该会在1.5左右 但是没有到2的这个level 那为什么会这么的不推荐学生去CTY呢 因为如果你要花1000块的话 那你就已经可以去上一个大学的有学分的课程 它才1000多一点点 贵的要到好几千块 我觉得这个钱花在这样的课程上面并不是很值得 我的另外那个角色 如果我在面试学生他说他去参加CTY的话 我不会觉得他很厉害 就是因为他的门槛很低 他里面学到的东西是给正常的国中高中生去上的 然后他没有一个评估没有一个评量 所以学生在里面有没有真的学到 这个我们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他的含金量蛮低到 我觉得不太值得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所以我都不会推荐我的学生去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有的顾问会觉得这样的活动是好的 那对于那些顾问来讲 有的人会说 这样的课程这样的暑期课 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那个学校Jones Harkin名校的教授 会帮学生写一个推荐信 那有些家长会认为能够写到这个推荐信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 然后也认为这个推荐信可能是能不能进名校的一个差别 那这个wishful thinking虽然很美满很美好 但是我们想一下实际会发生的情况以及 为了让大家不要觉得我在评估事情的时候只有看一件事情的一面没有去考量另外一面 那我们同时要分析一下 如果参加CTY这样的课或者是外面会有一些补习班的机构 他们会推比如说像这种大师课程之类master class这种 我们去评估一下这种课程 他们会认为有哪些优点 会推广像是这种CTY或者是大师课程的顾问 他们可能会说这样的课程可以让学生了解 美国顶尖大学的理工商业或人文科学等课程 而且这些课程是名校教授规划的 所以他有一种很难得的一个体验 那这个部分我就觉得他讲的并不完全是清楚或是正确 比如首先我们刚刚讲过CTY或者是这种 很多一些机构会办的这种大师课程 这种master class 他的对象是高中生 所以这种为高中生而设计的课程 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课程 所以学生不会透过上完这样的课 能够真正的了解 美国顶尖大学的理工商业人文科等等 的这些课程在学什么 除非他们上课的过程 真的这个教授拿他们 他给他们学校的大学生的一模样的textbook的参考书 然后让学生做这所大学里面 这个教授本身的那个领域 那堂课里面的这些功课 给他们做学校该给的那些midterm跟final 那这个课就真的是能够体验到 能够了解到顶尖大学给大学生的课程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为高中生设计的课程 所以他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版的 那他就不是大学课程 甚至可能会让学生对于大学的课程有一点误解 会觉得大学课程哇都这么好玩都这么简单 然后到时候他去那边发现 哦其实跟我当时看到的不太一样 那另外如果学生真的想要在高中 去得到这些机会去了解 名校的课程长什么样 或者是名校的教授 他们是怎么规划他们的课程的 那其实我们之前刚刚讲的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这些课程 YouTube Coursera 这些网站上面的大学课程 就已经可以达到相同 或者甚至更好的效果 那再来有些这些顾问 他们会说 如果你参加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话 你可以表达你想要去读这所学校 读这所名校的意愿 然后可以增加录取率 那这件事情也完全不是事实 上这样的课程 因为他的课程很贵 所以学校的Emission Officer 并不会期待 有花这个钱来 巴结学校 就代表你对学校有什么 真正要想要来读的意愿 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相关的资讯 来自Emission Officer 在讲这件事情 在说这样的program 是一个pay to play 就是你付了钱 就能够参加的活动 那这种活动 在大学的眼中 他们不会觉得他有 真正的那种加分效果 所以他 你去那所学校上这样的课 并不会增加 那所学校录取你的机会 再来就是一个 很多顾问会 主推的一个 报名这样的课程的原因 就是你去CTY 你去报名这种 美国名校大学 教的这种大师课程 上完之后 你可以得到一个 高含金量的推荐性 然后这个推荐性 会make a difference 能够让你进这些名校 我如果听到这个 我会觉得很伤心 甚至觉得有点愤怒 因为觉得 这些人不应该这样子 去欺骗学生跟家长 因为事实上 这些推荐性 学生确实会拿到一封推荐性 没有错 但是 这种推荐性 我都会把它叫做 是一个好人卡的推荐性 这种推荐性 对于申请大学 没有作用的 什么叫做好人卡推荐性呢 我这边举个例子 这样的Program 它的长度 毕竟也就两三周 可能顶多四周 所以学生 而且在这个时间之内 学生并不会 长时间的 跟教授做接触 一般来说 接触的时间 也就只有 可能三个小时吧 一天三个小时 而且有可能 这些课程又是线上的 所以教授 在跟学生沟通的时候 都是透过一个camera 去跟全班的 在场的这些学生 去做交流 所以认识时间太短 也没有太多 教授能够真正 跟学生去 更细的去认识 他们的这个过程 重点是这个课程 我们刚刚讲过 它并非 该校大学成都的课 这个教授来的 他有可能是读 BU的 有可能是读 John Hopkins的 可能读哪个学校的 读Berkeley的 但是这个课程里面 的这个内容 不是这个教授 平时会教他们 大学生的课程 如果这个教授 真的拿他的 学校的那堂课 的参考书 让学生去看 然后真的拿 他平常给学生 他的大学生 在做的那些功课 让学生做 然后用一样的标准 去评估他们的功课 评估他们的考试 的话 那这个课程 它的难度是很OK的 但是正常情况下 他这种课程是以 Entertainment 以Fun 为主 以Exposure 为主 所以 课程的内容 不会是大学程度 而且不会有一个 正式的一个 评估和成绩 所以这种课程上完之后 教授一定会给推荐信 这个是事先都讲好的 假设这一个所谓的 大师课程 是透过一个 补习班安排的 那内容可能是 Dear Mission's Office Andy 是我在暑假时 透过一间 补习班认识的学生 他上了我的 Python 机器学习 三周的线上课程 Andy 很聪明 很认真 上课会参与讨论 工科也都有按时交 期末的作品也做得非常好 我非常荣幸教到他 也很推荐他去贵校就读 Sincerely 然后教授名字 这个为什么 我把它叫做好人卡推荐信呢 因为这个内容 它很笼统 很general 然后这个内容 它可以适用在 每一个学生身上 第二个学生 Alice Alice 是我在暑假时 透过一间 补习班认识的学生 然后一模一样的内容 第三位学生 Chase Chase 是我在暑假时 透过一间 补习班认识的学生 他可以这样子 去把每一个学生的名字 去把它 fill in the blank 像填充体一样 然后里面可能再改几个字吧 所以Andy 是很聪明 很认真 然后第二个学生 Alice 是很努力 一模一样这样的内容 去给美索大学 这个推荐信有没有用呢 完全没有用 什么叫做有用的推荐信 这个在我们之前 Iview的部落格里面 写过一篇很详细的文章 但是一个重点就是 重点不是谁 帮学生写 所以那个推荐人的头衔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推荐信的内容 在大学在评估学生的推荐信的时候 顺序是先从推荐信的内容为第一 第二个是推荐人的文笔 就是他有好的内容 真的很想推荐这个学生 他有没有用好的文笔 好的陈述方式 让学校能够去 get到这个学生有多么的珍贵 然后最后才是推荐人的头衔 也就是学生在学校 如果跟学校的老师 叫他一年的 regular的生物课 混得很熟的话 那个生活课 写的推荐信的内容 可以是非常厉害的 在我们Ivyway的部落格里面 就有一篇文章 我有分享一个 进哈佛大学的学生 当时他的学校老师 帮他写的推荐信 那他好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是学校老师 而是因为这个学校老师 真的很认识这个学生 而且有花很多心思跟时间去写 这个学生是他 有史以来最好的学生 有那种有史以来最好的 有那种 他在班上做了什么什么 有那种 anecdote 那种事迹 可以去例子 可以去描述给对方 让对方知道 这个人真的是与众不同 那种推荐信才是有帮助的 即使学生能够拿到国家的总统 拿到欧巴马的信 但是如果欧巴马 跟这个学生不熟的话 那学生拿到 来自欧巴马的推荐信 就会是这种好人卡的推荐信 大学已经看到腻了 这种推荐信 大学知道 他是没有任何的分量的 一看到就知道 那这个学生去哪边 一定是花了一个钱 去参加一个program 然后那个program 因为有收钱 因为一些原因 所以因为人情的原因 然后有给学生 这一个很笼统的推荐信 不得罪学生 但是对于申请学校 没有帮助这种推荐信 所以这个是一个 学生要注意的一件事 所以总体来讲 这样的一个program 这种大师课程的课 他没有办法让学生展现出 他的自学的动力跟能力 跟我们刚刚之前讲到 Sheryl 讲到Stuart那种 那些学生 他们能够自己上网 去找到资源 找到想要学什么东西 那种等级的学生 跟透过一个补习班 透过一个 这种安排好的课 然后去以玩乐为主的 当然也有学到东西 没错 里面这种学到的能力 跟动力 它是有差别的 第二个就是 当大家都去参加像这种 City的课 或者是 类似这种大师课程的话 那展现出来就是 为什么大家都跟着去 好像学生没有 比较聪明的去想 他判断为什么要参加 这样的program 只是认为 为了进大学 大家就去 那另外这样的课程 他费用真的不便宜 同时也会展现出 一种个性 就是学生 没有办法体谅家长 赚钱的辛苦 然后帮家长省钱 这种负面观感是 学生不应该让大学看到的 比较好的做法会像是 我们之前讲到 Stuart跟Cheryl 他们那种情况 即使家庭再有钱 既然有免费的资源 或是甚至是更好的资源 那应该就要学生 要学会如何去利用他们 展现出他们在做事情当中 他们能够善用身边的资源 在花最小的钱 达到最高的效果 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决定 他的那种 Decision Making Skill 就很加分 有人会说大家都参加 你不参加好像落后了 落后别人 我不会觉得这样 观念应该是 别人去参加 CTY 别人去参加这种 For Show的这种大师课程 但是你自己去专研 你自己喜欢的 有可能也还是Python 有可能还是相同的课程 但是你可以找到 符合你的内容 你可以花最少的钱 然后里面的 在做的这些功课 或者是最后的Project 是百分之百你想要的 别人在上这样的课的时候 你去上另外一个 符合你的课 你就可以在这样的活动当中 展现出你的不同 跟你自己的特色 是不是这一种 大家听过的这种 暑期课程就不要上呢 并不完全 如果你考量的点是 你想要去参加一个 像科学营 像一个Summer Camp 一样好玩的活动 然后你想要透过 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认识那边的新朋友 像CTY 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跟学生同年纪的 世界各地的新朋友 大家聚集在一起 如果你喜欢那种气氛 大家能够 Make new frien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或是Make new friends from different school 的这种 然后这个课程的内容 学生真的看过 他真的超级喜欢 不能再更喜欢了 而且费用也不在意 就是多花一点钱 花十万一百万 其实都没差的 然后最重要是 如果参加这样的活动 学生认为 不是为了要上名校 或是拿推荐信 学生就真的很喜欢 这一堂 Python机器学习的课程 那学生真的可以 去上这样的课 这个没问题 但是一提两面 如果学生有 下面这些原因的话 那我不会建议学生 去参加这样的一个 大师课程 第一个就是贵 但是它又不是最好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学生在这样子的课程中 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体验到 大学的真实的生活跟课业 而且在里面能够学到的东西 少于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那些Straderline UIUC这些 真正的大学课程 而且课程种类有限 毕竟是一个机构 或是一所学校 所开的课程 顶多就四个 或者是几十个这样子 这种课程有限的情况 没有办法真正跳到 符合你想要的那一堂 Python 继续学习的课程 再来这样的课程一个缺点就是 没有大学学分 而且课程比较没有竞争力 因为它毕竟是为了好玩而去创造的 所以学生没有办法透过 这样的课程去展现它的实力 因此上名校的加分效果 就会非常非常有限 而且这样的Program 最后你能够拿到的推荐信 对于申请大学又没有帮助 所以这边这一些是参加这样的课程的缺点 那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偏好 如果你觉得左边那些选择这些课程的原因 是更符合你的情况跟需求的话 那这样的课程是很适合你们去上的 如果右边这些是比较符合你们的想法 你们想要学生能够拿到最好的课 最难的课 能够真正体验大学生活的 学到更多知识的 或是帮大学的这个过程 能够加到最多分的 那我不会建议学生去参加这样的课程 最后这边课程总评比 我就把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所有的课程level 1到 包含这个1.5到level 5 里面课程全部的列出来 这边大家可以在这个页面上面 接个图或者是暂停 然后去仔细的分析一下 外面的课程成千上万种不同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更细的去讲 所有的example 希望到目前为止 我讲的这些内容 已经足够让你对于 课程的好话 有一点基本的判断 然后能够去知道 你所听到的一堂新的课程 这堂课程它对于升学的加分效果 有多大或者是多小 但是有些学生或是家长 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顾问 能够去跟小孩去更细的去讲 比如说一个小孩 没有基础的情况下 他想要从level 2开始 那这个是很ok的 因为在高中的时候 本来level 2就是很适合他的程度 所以他希望能够找一个升学顾问 去辅导他去做这些事情 跟从level 2一直往level 5的 这整个一系列的安排 那如果有类似这样子的需求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我们的升学顾问的辅导 我等一家会告诉大家 要如何获得与我或是我们的顾问 免费咨询一对一 30分钟的时间 但如果您希望有一个比较完整 而且长期的辅导 在我们这边升学顾问的辅导有分三个阶段 但是三个阶段之前有一个step zero 学生进来的时候 我们要先了解学生的需求跟目标 然后去跟顾问做一点互相的认识 去了解什么样的顾问会最合适他 这是一个顾问跟学生之间 一个磁场的一个配对的过程 所以学生在这过程当中会需要找到一个 他能够完全信任 然后这个顾问能够尽全心去了解 然后去帮助他的一个顾问 那找到这样的顾问之后 在我们的第一步骤会先做一个评估 这个评估在我们这边 我们把它叫做升学健检报告 它有点像是我们去医院的时候 我们不太确定自己身体健康状况如何 所以去做一个健康检查 那这个健康检查做完之后 会对于你的整体的健康 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析 在升学的部分 我们就会模拟学生现在 跟一个大学的面试官去做面试 那虽然有些学校没有面试这个环节 但是面试也就是学校多一双眼睛 去评估这个学生 所以用学校的emission office的角度 的那一套游戏规则 去评估学生现在的升学的状况好不好 那有了这样的评估之后 学生对于自己的起点 以及现在到未来的这个预期的终点 可以有一个更清楚的概念 而且更重要的是 能够理解这整个游戏的规则 让他对于之后的安排 也会比较有一点概念 在接下来就是step 2 就是规划执行 跟提升他的整体的实力 这个有点像是台下的十年功 学生在现在到要 所谓的上台表演 就是最后 递交身心表那个moment之前 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 大家在高中的过程都会特别的忙 所以我们这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教学生如何把时间的效益能够最大化 让学生能够规划他长期跟短期的时间表 让学生知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做哪些事情其实是浪费精力浪费时间的 不要去做的 剩下这些时间 他们该把时间去做哪些调整 哪些时间省下来 那些省下时间要去做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台下十年功的 这个准备的过程 就是培养学生 到时候能够让面试官跟入学委员 很希望能够见到的学生 以那个为导向 去整体的培养学生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的时间越多 能够进步的幅度越大 最后可以达到越高的目标 那最后一个步骤 才是那个呈现那个申请的步骤 透过学生这段时间 所提升的真实的个性跟能力 去展现出学生独特的一面 如果像我们之前举的那两个案例 Cheryl跟Stewart的话 那他们这个学生的独特一面 就很独特 因为没有其他学生 在高中的经历是跟他们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们在外面 听到一个学生 GPS是3.8 然后SAT考试 1400到1500之间 然后课外有参加乐器 有体育 有去做义工 有参加下校 CTY或者是Columbia 这种下校 然后有去哪个公司实习一个 一个月 这样的学生就没有他们的独特的一面 所以这个独特的一面 这个雏形是需要花时间去慢慢的把它塑造出来的 我也想要创立Ivy Way的一个大原因 就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 面对的问题跟现在 在高中的学生跟家长所遇到的问题一样 外面的资讯很复杂 这些混杂的资讯 让我在升学的过程当中造成很多困扰 所以我希望能够提供最正确的最真实的 游戏规则跟升学的这些观念给大家 所以我在脸书上面创立了这个美国留学情报站的这个脸书社群 大家可以扫荧幕上面的QR码 或者在脸书上面搜寻美国留学情报站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脸书群 几个月前我已经做过一个康乔国际学校领口校区的线上影片 留学大讲堂Part 2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欢迎上去看这部影片 里面有分享一些最新的疫情后的留学的知识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另外我们自己也有一个部落格blog.ivway.com 我们每天会在里面分享最及时最完整的美国大学升学资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欢迎随时上去查看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一点点的话 希望你能够在下面按赞给我们一个支持 也希望你能够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好朋友 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课程对于美国升学是有帮助的 另外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 我还是会定期的分享一些升学的资讯的影片 所以欢迎大家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的通知 如果您是康乔的学生或家长 然后您有兴趣跟我或者是我们团队里面的顾问 预约免费的一对一三十分钟咨询的话 您可以透过萤幕上面的其中一个方式与我们联系 这个免费咨询的名额只有15位 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请尽快与我们联系哦 如果你对于今天的影片的内容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你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不知道你希望下次能够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呢? 也欢迎在影片下留言 或者私讯告诉我们 我是Ivy with Alex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